谭松韵近期除了参加《向我们的生活》这个综艺节目没有参加过其他的公开活动 更没有拍摄新剧的消息 所以很多粉丝对他新剧的消息很受好奇 希望他能够早日走出伤痛 开始拍摄新剧恢复到正常状态 谭松韵在凭借着《最好的我们走红》之后 清纯活泼高中车的形象就深入人心 拥有很多的粉丝的支持 谭松韵虽然并不是第一眼美女 但是他五官小巧精致 是耐看型女演员 在电视剧中不会让人反感 而且谭松韵什么类型的角色都能够完美驾驭 从《真环传》中的《纯贵人》 到《最好的我们》中的耿耿 他每一个角色都演绎得很可爱 让人非常期待他的新剧 谭松韵目前已经确定将会拍摄新剧《以家人之名》 这部剧是一部都市情感励志剧 主要讲述因为家庭变故 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孩成为彼此的新的家人 作为彼此的亲微竹马一起长大 但是之后亲生父母开始走进他们的生活 一边是彼此认定相互珍惜的新家人 一边是无法选择关系淡漠的亲生父母 他们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男主角将会由演员宋威龙扮演 宋威龙虽然出道时间并不是很长 但是一直以来都备受观众的喜爱 而且他在《凤球皇》中饰演的荣指 让人印象深刻 武装扮相备受认可 他和谭松韵的合作让人感觉很亮相 所以冲着颜值也要追啊 那小伙伴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